高之胜律师 你在哪里? 高之胜是当代中国最杰出的人权律师,他不畏权势,为中共眼中的敏感个案辩护。 面对沉重的现实和司法不公,让高之胜悲哀而无奈。 他曾一度产生放弃律师生涯的念头,但是他又无法忽视在绝望中向他求助的人。 2004年底,高之胜开始为法轮功修炼者上诉和探访调查。 他发现,当局毒死了一切法轮功修炼者上诉的法律途径。 他前后三次致公开信中共人大常委会吴邦国委员长,以及胡锦涛、温家宝, 披露了法轮功学员遭受严酷迫害的案例,呼吁停止迫害, 必须立即停止灭绝我们民族良知和道德的掩埋行径。 他说,他是用颤抖的心、颤抖的笔去写那些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的惨烈境遇的。 同时,高之胜在大纪元网站上公开退出中国共产党。 他说,那是他一生最自豪的一天。 2006年8月,高之胜律师执照被吊销,同时被秘密绑架,遭受酷刑四个月。 12月22日,高之胜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,判刑三年,缓刑五年。 在这期间,高之胜被强制失踪至少六次,最长一次达二十个月。 他饱受酷刑折磨,被扒光衣服,用烟熏双眼,用电颈棍垫机,竹签插其生殖器,像昏倒在地的他撒尿等等。 中共当局还以其妻子儿女的性命要挟。 高之胜的妻子不仅被当局殴打,他们的女儿耿格曾被迫害的想自杀。 值得庆幸的是,他的妻子和儿女在2009年3月成功逃到美国。 2014年8月7日,高之胜获释。 以被折磨成老人一般的他,门牙被折磨掉了。 他住在陕西省偏远村庄时,还继续遭受24小时全天候监视。 但是酷刑无法使他净声。 在多方的帮助下,2016年出版了秘密写作的《2017年起来中国》这本书。 该书记录他被绑架、囚禁酷刑的情景,并见证了神对他的启示,预言中共必将败亡。 如今许多人心中都在呼唤,高之胜律师,你在哪里? 你在哪里?